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郑继祥 2021年5月18日这天出版了一本书 为了更好而非为了痛苦 为追求种族正义而活 时间往前推一年 在2020年9月1日也出版了一本书 《空击》 这两本书的背后隐藏了一起上世纪80年代 美国最有名的案件之一 而这一切要从这两本书的作者 尤瑟夫·萨拉姆说起 1989年 年近15岁的尤瑟夫·萨拉姆 与安特朗麦克雷、凯文·里查森、雷蒙德·桑塔纳 科瑞怀斯共5人被指控强奸杀人罪 受害者名叫特利沙·梅利 1989年4月20日凌晨1点30分 当时28岁的梅利被发现在中央公园内 数目比较茂盛的102阶交叉口区域的一个坑里 被发现时浑身赤裸 手脚被绑住 嘴里塞着东西 浑身上下全是泥血混合物 被人发现后急忙将其送到医院 此时的梅利严重的体温过低 严重的脑损伤以及失血性休克和内出血 体内失血竟达到75%到80% 头骨大面积严重破碎 左眼球脱落 身体包括面部共有21处骨折 医生包括警察都以为她将因伤势过重而死亡 万幸梅利坚强的挺了过来 在医院整整昏迷了12天 但苏醒后的她已经无法说话和走动 随后梅利被转院至东哈莱姆区的大都会医院 接受了7周的治疗 两个月后 也就是6月初旬 梅利被转移到康涅狄格州沃林福德的盖洛德医院 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康复治疗 直到1989年7月中旬 梅利才能下地走路 康复治疗结束后 梅利基本康复 但她的视力却永久损伤 并且由于受到了严重的刺激 她还患上了创伤性记忆障碍 完全记不得案发前数小时 以及被袭后的6周期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 其实早在梅利被发现前 也就是4月19日晚上9点 警方就已经接到了多起报案 当时的报案人声称 有30多名黑人少年闯入中央公园 见人就打 不管是散步的 还是坐那凉快聊天的 警方一听 一大群黑人就来了精神 派出大批便衣先行赶赴现场 一夜之间 陆陆续续逮捕了20多名青少年 前文提到的那5人 有4人便在其中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 这还是一场种族主义极其的犯罪 但这些受害人中 至少有3名都是黑人或者西班牙裔 这将这次袭击 归因于种族因素的叙述复杂化 一时之间扑朔迷离 直到4月20日凌晨1点30分 奄奄一息的梅利被发现 警方的进度再次紧促了起来 开始连夜审讯抓到的这些嫌疑人 具体的细节我们无从得知 总之 警方最终给出了6个人的名单 史蒂文·洛佩兹 雷蒙德·桑塔纳 凯尔文·理查森 安特朗·麦克雷 尤瑟夫·萨拉姆 柯瑞·怀斯 其中怀斯的情况有些复杂 据他所说 他本人是没有参与这次袭击的 只是事发后来警局 看望自己的好友萨拉姆 结果也被当成了嫌疑人 除这6人外 警方在第二日又陆续逮捕了10多人 其中有4人被重点调查 但后来都并未被起诉 所以在此不多提 也就是在同一天 桑塔纳·麦克雷·理查森三人 在父母陪同下发表了声明 都称自己与该案无关 此时他们已经被拘留了至少7个小时 洛佩兹在21日凌晨3点30分 同样是在父母在场的情况下 接受了录像带采访 他声称自己这一团伙中的人 确实存在犯罪现象 但与白人女子梅丽无关 而萨拉姆和其朋友怀斯 却承认了自己参与对梅丽的犯罪 事后萨拉姆声称 是当时的警察骗他们说 在受害者身上发现了指纹 如果指纹匹配 那萨拉姆就会被判有罪 所以他才承认自己当时在案发现场 而且他还说到 听到警察们在隔壁房间殴打怀斯 并且还过来威胁他道 你就是下一个 恐惧让他认了罪 而在这一过程中 6人是没有辩护律师的 同一天 警方召开新闻发布会 警方将这次袭击描述为随机与无动机犯罪 作为性犯罪的受害者 梅丽的名字当时是被保护的 并没有公开 只是被简单的称为中央公园慢跑者 然而当地的两家电视台 纽约太阳报 与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 违反了不公开识别性犯罪受害者的名字政策 为了收视率 当天就公布了梅丽的名字 媒体也对这次的发布会进行了大量报道 但正因为嫌疑人都是黑人 他们也选择性的忽视了受害人中也有黑人的事实 开始用一些极具煽动性的语言 对外界叙述 这几名黑人嫌疑人对梅丽的强奸与殴打 果不其然 民众被煽动了起来 并疯狂了起来 引发了强烈的种族对抗情绪 大批白人纷纷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活动 希望众派这几名黑人少年 而黑人们也很愤怒 在此之前 很多黑人妇女也曾被伤害 但却得不到政府与大众的关注 这是凭什么 难道就因为这次的受害者是个富有的白人女性 就会被政府重视吗 事情也还真的巧 就在第二个月 也就是1989年5月5日 布鲁克林的一名30岁的黑人妇女 被三名少年轮间抢劫后 从四楼扔下 也受了重伤 但此案并未引起太大关注 也几乎没有媒体报道 所有人的目光都在中央公园案上 话说回来 按照警方正常的规定 未满16岁的嫌疑人姓名 是不能向媒体和公众公开的 但是 这项政策 都被大家选择性的忽视了 1989年4月25日 费城每日新闻发表文章的时候 首次提及了怀斯的姓名 也就是在同一天 其余几人的信息都被公布 人们发现 这几人的家庭情况 却并不像民众事先所想的那样 贫穷且不堪 他们都来自相对稳定 且经济有保障的家庭 而且家人也都没有犯罪记录 完完全全的良民 于是开始有人提出质疑 1989年4月26日 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反对民众对嫌疑人标签化 并向社会发问 为什么这些家境良好的年轻人 会犯下如此野蛮可怕的罪行 这还没完 时间到了1989年5月1日 房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 在纽约市的四家主要报纸上 刊登了整篇广告 呼吁恢复死刑制度 你没听错 就是懂王特朗普 他表示 不管哪个年龄段的罪犯 都要因此感到害怕 他们应该付出代价 我们伟大的社会 怎么能容忍这种疯狂的罪行 必须让他们知道 当对民众开始犯罪的时候 他们作为公民的自由 也就结束了 特朗普的这次广告 花费了85000美元 相当于2020年的177000美元 而根据当时纽约阿姆斯特丹新闻 同期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明 特朗普打的这些广告 被广泛谴责 连带着当时的市长 爱德华科赫也一起躺枪 后来这几名黑云少年的 一位辩护律师说道 这广告证明了在美国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傻子都能成为千万富翁 而特朗普的这一举动 更是将民众们的种族对立情绪 一时之间推到了顶峰 几名黑人少年的家属们 几乎都受到了死亡威胁 1989年5月10日 前文提到的六名黑人少年 都因袭击与强奸梅利为前提 而被指控为谋杀未遂和其他指控 包括一些对其他人的袭击与抢劫 其中洛佩兹 李查森 萨拉姆三人的父母 支付了法院所强加给他们的 两万五千美元的保释金 另外两名未满十六岁的青少年 麦克雷·桑塔纳 则被送到了少年监狱 而最惨的怀斯 因为年满十六 而被归类为成年人 于是被单独关押在 位于赖克斯岛的成人监狱中 直到审判 1990年1月10日 之前警方逮捕的数十人中 有多人被起诉 但都跟梅利安无关 都是一些抢劫袭击的 所以在此不多提 不然名字太多 大家就混乱了 钱文提到的六人众也被起诉了 本来法官一般是通过抽签来分配的 但这次案件直接被分配给了 曼哈顿州最高法院当时的法官 加利根 他当时进行了多次审前听证会 钱文提到 怀斯作为成年人是被分开关押的 他并没有对该案发表什么言论 或许当时警方也并不在乎他说不说 而其他五人的供词一直在变化 他们都说自己参与了犯罪 但他们所供述的犯罪地点却大不相同 他们都说自己没有强奸那名女受害者梅利 但却都承认了自己参与了强奸 每个人都说自己帮忙碍住了女受害者 有的人说自己也摸了 但却是其他人对其进行侵犯 萨拉姆甚至还说 自己之前拿烟斗砸了女受害者 后来除了怀斯外 这五人都一起声称 自己是受到了警察的恐吓欺骗与殴打 才做出的虚假供述 因为虽然供词被录像 但在录供词之前的审问却没有录像 在1990年2月23日的一次预审听证会上 萨拉姆的律师一再反对萨拉姆的供词无效 因为没有父母或监护人在场 而当时负责该案的首席大法官加里根却一锤定音 坚持把萨拉姆的陈述当作证据 至于父母不在场 关我什么事 当时你自己谎报年龄还出示虚假身份证明 并且还说 后来当萨拉姆向警方告诉自己的真实年龄时 他们并没有阻止萨拉姆的母亲进入审讯室 1990年6月25日开始正式审判 这一次只有麦克雷 萨拉姆 桑塔纳三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辩护律师 而当时的陪审团 则由四名白人 四名黑人 四名西班牙裔一名亚裔组成 女受害者梅利也当作证人出庭 但她的身份并没有如实向法院提供 所以被告三人的辩护律师并没有对她进行盘问 这次审判 直到同年8月18日才落下帷幕 经陪审团审议后做出的判决为 被告三人均被判谋杀未遂罪 故意伤害罪 强奸罪 抢劫罪 犯案时三人均不满16岁 所以法官判的是青少年的最高刑罚 5到10年 又过了两个月 1990年10月22日 第二次审判开始 理查森和怀斯 地方检察官伊丽沙白·莱德勒 在进行了无比冗长的开场陈述后 怀斯突然崩溃了 大哭大闹着说自己撒谎了 于是被强行带出了法院 而这一举动 或许会对陪审团造成一些潜在的影响 所以理查森的辩护律师提出 想把这次审判作废 回头再来一场 法官拒绝了 无奈 审判继续进行 怀斯的辩护律师提出 每个年轻人的智力发育不同 更容易被胁迫或者欺骗 写下所谓的认罪供述 正因如此 这些供词的真实性 以及可靠性有待考证 在法庭上 怀斯一个朋友的妹妹出庭作证 声称怀斯被监禁在赖克斯岛上的时候 曾经对她描述了 对女受害者的犯罪细节 而女受害者梅丽再次出庭作证 虽然这次依然没有向法院公开身份 但怀斯的律师 或许在上一次的庭审中发现了什么 知道了她的身份 并开始对她进行盘问 梅丽事后接受采访时说道 自己当时快疯了 那个律师竟然问自己 上次与男友发生关系是什么时候 还问是否自己曾经被别人殴打过 妄想把自己的身份变为一个荡妇 并且经常受到家暴 这次审判进行了大约两个月 同年12月结束 理查森被判谋杀未遂罪 击奸罪 伤害罪 抢劫罪 最终也被判处 五至十年有期徒刑 根据1978年的少年法 16岁的怀斯则被当作成年人定罪 最终因强奸罪 谋杀未遂罪 抢劫 伤害罪 判处五至十五年有期徒刑 在结果宣判后 怀斯向法官大吼道 你要为此而付出代价 以上帝之名 这一切都是你编造的 庭审结束后 当时的陪审团一些人拒绝采访 但也有一些人接受了采访 并对自己做出的决定给出了解释 他们说自己并没有相信 这五名少年所做出的犯罪供述 但对检察官出示的物证深信不疑 其中包括从理查森内裤上发现的头发 颜色与女受害者一致 以及一些体液草泥土等 他们认为 这已经铁证如山了 没有什么好想的 而此时一个不一样的声音传了出来 事后有位联邦调查局的专家声称 其实真正的罪犯并不是这五位少年 因为自己就是检测体液的人 并说道 当时共有14名男子接受了检测 甚至还包括没力的前男友 但无一符合 至于理查森内裤上的头发 也在多年后用更先进的DNA检测技术 检测出跟女受害者没有半点关系 但是谁在乎呢 罪人已经浮发 民众的情绪也逐渐平息 看似一切都天下太平了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这看似平静的背后 又在酝酿着什么样的风暴 下期给大家一一道来 好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谢谢各位的观看 我是你们的郑吉祥 我们下期见